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点仔周记 我是点仔生亮 特区政府日前刊献修订 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第599章 赋予医务卫生局局长 当有合理理由怀疑下 可宣告免针子失效 立法会议员李智敬认为 该2万张免针子是在违法和失德之下发出的 持有的人是否真的不适合打针的理居传疑 政府在考虑公共卫生的情况下 废除那些免针子做法合理 我自己认为是非常认同 首先大家要了解 这2万多张针子 基本上是在一些违法的情况下 在没有什么去研究 有关病人是否真的不需要打针的情况下发出 所以根本是有违法和失德的情况出现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绝对不能够承认有关针子的合法性 所以这次既然政府早前输了司法复合 所以这次作为修例是做得好 而且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法 也会避免要将有关的修正提到立法会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这个会尽快地处理到有关问题 大家都知道疫情的变化非常快 我们防疫是一分钟都不能慢 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 去应对现在面对的问题 也希望这2万多张被取消针子的人士来说 若然他们真的不符合 要求免断的要求 其实他们应该接种疫苗 现在我们香港要战胜疫情 我们要一老一幼的接种率非常重要 更加在我们一般的年龄群组 其实也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我们更多市民接种疫苗 我们才可以逐步服尚 包括在这个来讲的限制方面 甚至通关才有希望 所以我们支持政府这次的做法 虽然医生做了一些专业失德的问题 例如濫发针子 我认为他们医生的资格应该是未取消 否则他们继续在医学界 会继续对我们香港社会造成一个祸害 如果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仍然有些人去破坏我们政府 做一些防疫的手段 那其实这些人应该被压情 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杀一警白 那越来越多人做这些事 我们整个政府的防疫工作 我们整个香港社会的防疫工作 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腹上的道路也会越来越缓慢